今天介绍一下这个 星际公民里面这个大飞机啊 890的这个玩法 你当然可以用它来 作为一个母舰来使用 也可以 作为一个载具 综合来使用 然后你的装备呢 就可以弄得很全很好啊 你看我现在是全身装备 还没有 但是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在这个 在这次的飞行过程中搞到 还有这个这个 这个点 没有坐标的点怎么样飞过去啊 把这个毒品啊 转给啊 V楼啊 这个东西 搞到船上 还可以搜挡一些武器啊 装备啊 可以玩 电梯怎么没走啊 电梯怎么没走啊 嗯 嗯 最近这个做贸易做运输 截获的比较多 打家结社 半路截道的比较多 他们用那个什么Mantis 都可以把你搞得很恼火 我这个因为随便玩玩这个视频 我们分成几个部分吧 就是先是 把要装的件都装进去 你玩890的话 一定要不能单传 因为890的攻击性不行 你尤其是一个人玩的 跑来跑去什么的 所以我准备把我的那个Scopius 带上 把我的Razor带上 把我的陆地车带上 这样的话装备齐了以后再去 走私也好运货也好 对了 最近这个890的运货能力提高了 已经达到了388个SCU 好像之前只有一百多吧 现在基本上能达到这个C2的这个运力的一半了 不然我关门 我先不关那个门了 在国内玩的时候就感觉这个 玩家不多 我想找一个那个打那个 Andrena Commander也没人找不着 打空战 先脱离吧 先脱离吧 先脱离 按一个N就脱离了 这个停靠跟那啥还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找一块小板 小板啥意思 就是人能跑进去的小板 我现在是在这个 卖个星球 所以 这个叫拉格朗日典 它的 Tesla 空间站 找块小板 这里有两块小板 靠近它 我去 我去 这个 这个大的航空母舰呀 就 特别笨 但是呢 也就是乐趣也在这儿 我停的近一点 然后 记得把那个 你的那个 母舱给打开 那可以看到我的这个 停靠母舰的这个舱门再打开 这样的话我的Scopy S就可以停进来 好 然后我现在就 就撤了 去去去去去 去空间站里面把我的Scopy S开出来 等会还要开两个 Razor跟那个 车 好 出门前 一定看看头盔啊 反复提醒 然后不带头盔 旗下就憋是个屁的了 好 不远 那我就出来 喽 出来以后 就往这边 好 看 这个 空间幅的操作方法 跟那个 基本是一样的 跟那个 飞船的操作是一样的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别飞得太高 飞得太高容易摔死 我也曾经摔死过 好 走 他这个空间站停的时间长了以后呢 他会 对你有警告 给你挪船啊 给你 叫罚款 所以 我把Scopy S取出来以后 我就先去那个 先去那个哪儿吧 先去那个 星球上找个地儿 把那个 把那个 把那个小 小船搞 搞出来 小船啊 小小艇啊 搞出来 所以 分成 三段吧 这个视频 第一段是先搞Scopy 第二段是 把小艇搞出来 第三个阶段是 把那个 去运毒品 大了 三段 一段 三段 最近这个 人都不太友好 啊 就记住这个 刘七星的这个小说 刘慈星这个叫什么三体啊 就是都是丛林法则 暗黑森林 谁冒头就给一枪 现在越来越多 不要对大家太信任 做贸易最近倒是利润很高 但是有个问题是 贸易 贸易的风险也高 经常30K给你死机了 你一传货就没了 或者被人跟上 所以玩890的话 你一定得有一个 有几个战斗机 我的Scopius 要去找890 要去找母舰了 他比较好走 之前在那个 那个 休斯顿那个 那个不太好走 那个 空间占领不太好 去 撞一下 我看 武器给撞没了 什么 有点大 我最为休 好像把武器撞没了 这武器还奇怪了 一下子撞撞四把枪都没了 看来还是不能心急呀 看到890了 看到890了 现在要 进890了 这个一展没展开 它就是一个停靠状况 随时都可以起降 有的时候经常有一些很无聊的人 跑到你的船里面 很讨厌 这个得非常注意 如果它是正好卡住 卡在那边藏 如果位置不对 还有可能进不去 你换个角度看一下 看不对 下绝对 弄 dash 噢 紫 慢点 Create 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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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出來看一下 看一下會不會有卡住的 那你剛剛好 我去 你出了他那個板他馬上就 沒有重力了 帥的都開始 好現在把我的scopias 露進去 好 應該不會出問題 好 這個籃球場籃球框後面是一個 是個塔台這個炮台 好他現在就把這個機庫的門關上了 現在我要去另外兩個小星號對 要設一個重新點吧 重新點的話你執行一些任務 有問題的話你可以直接在這個890裡面 重生 但是有個問題是你要在890裡面死的 掛掉了他才可以 你要在890以外掛掉了那戲 還是回到你那個原始的重生 這個遊戲簡直是8個多的不得了 經常你的錢就會被 所以 尤其你船上的貨越多的時候你的錢就越容易 沒掉 利潤越高風險越高 這也是個自然規律 這890就是一個豪華的大遊艇 最近這個890那個 這個這個 Swimming Pool跟這個SPA好像好像沒水 我還不知道在哪放水 你看這都是空的 你看這 這都是空的 游泳池也是空的 看到在哪放水還找了半天沒找到 這大遊艇確實是挺舒服的 也不光是大遊艇 是一個大的豪華的母艦 然後有兩個房間我比較喜歡休息的人 二樓三樓都有 設計感還是很粗 三樓的房間看一看 嗯 這是個 餐廳 Living Room 這是個臥室 臥室有一個 曲面電視 這是 這是個洗澡間 廁所 當然我是主要是今天執行任務我就 我帶你們參觀890的 我帶你們參觀890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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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慢買了慢慢體會慢慢玩了吧 嗯 我比較喜歡去的幾個點是哪裏 就是那個做貿易的點做貿易的點 那裏有這個大板跟小板可以搂這些飛船 所以我就去那把其他的幾個飛船漏進來 還有這個礦車什麼的 Razor都是機動性很高的小小東西 你到時候執行任務可以把這些小艇開下去也行 這個 駕駛位很有這種霸王的感覺 好 好 那我現在就準備繼續 去到那個Microtech裡邊的那個 嗯 Microtech那邊機器人執行第二集 我先去那個 這是一個白雪覆蓋的新群 我去 哎呦 老是看不見 去10號或者去22號都可以 10號就很多人在那裏等 等著要給你搗亂 所以去22號 22號 相對來說感覺安全一點 22號不在這 18號 反正現在這些點基本上都有 Rail一種礦吧 這是10號 這是22號 所以可以買這個礦的話利潤比較高 跳一下 哎呀 單元是白天 嗯 有不少飛機 嗯 打開 升降板 升降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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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雪 哎 這個新改版的那個 Microtech這個星球 比原來更漂亮 尤其是加了很多松樹啊 哎 感覺還是很舒服 執行起來任務也比較 好 爽 爽吧 啊 又有飛機在這兒討厭 C8X 這種小玩意最討厭 他老給你搞點怪搞點什麼事 用 890 890 執行任務一定要注意盡量手動 因為自動模式它很難降速 你知道嗎 那種大的母艦看起來很難降速 所以很容易出問題 C8X在空中啊 不是 很煩的那種C8X 這種小東西 不小心碰了 撞了啊 就馬上給你三個犯罪點 去去去去採礦 坐監獄去吧 還是處理一下底啊 那不是C8X在這個地方 C8X C8X 一定要切記隨身帶武器 哪怕再把小手槍都行 省得被虐 好吧 挺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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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不要關電源 然後 護盾一定要搞到最大 然後 離開座位 好 第一段先到這兒